我一会儿要接受一个极大的挑战 进入一个独一无二的水底世界 揭发一个爵士秘密 到底这个舞台下面有什么机关 可以造就全球最大的水上慧眼 所以我大概四岁就开始游泳了 因为我从来没潜过水 但是对自己还蛮有信心的 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 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舞台表演 后面的一个水底世界 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所以陪我一起去看一下 成都试检第一关过关了 我终于有机会去试探 知道舞台奇迹的水底后台 如果是李小龙潜水 那就真的是终极挑战 这里的水池的那个水量特别特别大 有五个奥林匹克标准水池的水量 在这里五个 所以水量相当不少 所以我第一次下水 比较快的时候 为什么我也问导师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耳都会淘 其实水压还是蛮高的 这一次个人创举挑战成功 这一次个人创举挑战成功 澳门星豪天地水舞间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